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桃园市政府地政局局长陈锡珍 实驾登陆新制将在今年109年的7月1号正式上路 未来实驾登陆案件必须由买卖双方共同申报 并以买卖登记案件一并送件 为了使各位乡亲在新制上路前了解相关法令的规定 地政局特别制作了宣导的动画影片 希望藉由千松的方式为各位乡亲整理新制相关修法的内容 若未来有实驾登陆相关的问题 欢迎洽询本局或本市各地政事务所 我们将节省为各位乡亲来服务 谢谢大家 各位乡亲大家好 为您紧急插播地政宣报 实驾登陆相关法律修正案 已在108年7月1日经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 根据本台独家消息 新制将在109年7月1日正式上路 以下为您整理实驾登陆2.0新制三大重点 第一 买卖案件实驾登陆必须由买卖双方共同申报 实务上买卖案件多半委托地政室办理 依现行规定实驾登陆也多半由地政室付申报义务 新制上路后 买卖案件必须由买卖双方共同申报实驾登陆 但如果买卖双方不方便到场 还是可以委托地政室或其他代理员来办理 第二 买卖案件送件时必须同时附上实驾登陆申报书 现行规定 买卖案件登记完毕后30天内 可以用自然人评证 或线上登打资料列印纸本送件 或至地政事务所填写资料等三种方式申报实驾登陆 新制上路后 必须在登记案件送件时 同时附上实驾登陆申报书 申报方式除了自然人评证配合数位柜台计划暂缓开放外 其余两种申报方式不变 如果为同时附上实驾登陆申报书 地政事务所将会现场开立或邮寄 限期申报通知书给买卖双方 买卖双方必须在收到限期申报通知书次日起的7天内 到地政事务所补申报实驾登陆 如果与期将储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还 并通知限期申报 与其人为申报者将暗次处罚 第三 罚则依程度不同区分 现行规定 实驾登陆申报资讯不实 不分情节轻重 可储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还 新制上路后将分为价格资讯不实 以及价格以外资讯不实 若为价格资讯不实 储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还 并通知限期改正 与其人为改正者将暗次处罚 若为价格以外资讯不实 先由主管机关通知限期改正 与其人为改正者储6千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还 并继续通知限期改正 与其人为改正者将暗次处罚 以上就是实驾登陆2.0新制三大重点 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 欢迎下旬临近的地震事务所哦